哈喽大家好,又是我们想家 在海贼王的世界里 反派角色是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的登场 往往给主角带来了挑战和成长的机会 从最初的山贼王 到后来的伊姆 每个反派角色都有着独大的魅力和故事 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性格、能力和命运 今天就让我们快速回顾 海贼王的30个反派角色吧 山贼王希格 应该很少人知道他就叫希格 但是应该很多人都还清楚记得 这个山贼是故事第一个反派吧 山贼应该跟海贼不相往来 碰到世王还那么保护 你知道眼前的交伙是谁吗 一个当今世王 一个未来世王 希格得知酒被红发海贼团喝光 于是大怒 用酒兵将香克斯击倒在地 希格也不知道自己大难领头 这是世王香克斯啊 香克斯只不过不想惹事罢了 不然的话你要死十次都不够啊 之后陆飞为了帮香克斯报复 找希格算账 这时的陆飞还是个小不甸 一下就被希格抓了 这一行为惹怒了香克斯 谁都能碰 就是不能碰香克斯的朋友 就这样红发海贼团就灭掉了山贼们 只剩希格挟持陆飞逃到海上 这也是第一话的名场面 香克斯救下了陆飞 而这个第一个登场的山贼王 就被害王内吞了 应该已经死了吧 再也没有看到他登场了 如果让他活到现在 他应该非常自豪吧 因为他曾经打怕世王香克斯 而且还把世王陆飞逼上绝路呢 亚尔利塔是陆飞面对的第一个海贼反派 实力就不是很强 登场就是一个又丑又肥 脸上有很多雀斑的女人 这样的外貌 还有勇气自成是害上最漂亮的女人 我的天啊 难道他的穿上就没有一面镜子吗 武器是铁棒 性格残暴 登场就被陆飞的橡胶果实痛咒 原本觉得这个追赦就是登场时的小菜鸡 没想到被打肥后得到了滑滑果实 瞬间变成了个大美人 恶魔果实原来就是最好的美容硕胜产品 亚尔利塔从大肥婆摇身一遍 真的让他又害上最漂亮的女人的气质 有了滑滑果实 除了外表变漂亮之外 对主角团来说 实力依然很废 没造成太多麻烦 之后亚尔利塔就依附在巴基海贼团身边 巴基大神带着一众信徒 躺平闯关 而亚尔利塔就是其中一名受益者 只能说跟队团队 团队带你飞呀 摩根海军上校 摩根能够命令低阶的海军 不过他是滥用权力为所欲为 他十分强壮 能够带着斧头到处跑 也十分铁血硬汉 是克洛五年前杀戮的唯一生还者 不过这其实是克洛的计划 五年前 摩根带领部下袭击黑猫海贼团 却记录了船长克洛 导致全军覆没 独生自己存活 下巴和手也被克洛给踩断 克洛还利用摩根 伪造自己假使的身份 摩根被催眠植入 带下克洛人头的伪造记忆 结果逮捕了假克洛船长而出人头地 圣上少校 然后又凭着过人实力神的上校 所以这一切都是进化水月 谁知道摩根自己的个性也变得残暴 陆飞不小心打破了摩根的雕像而被盯上 摩根最后被陆飞打败 索隆受伤最后一击 摩根是海贼王的一个小boss 体现出海军内部其实也有这些毒瘤 之后被鲁梅伯也放弃了这个父亲 被取消薰邪的摩根 独自一人流浪 小丑巴基 刚登场的时候 还以为他是一个短命搞笑反派 出来给陆飞念德基的小角色 只是没想到他也是海贼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啊 一开始谁能想到 他跟下克斯是同期在罗基传上的实习生呢 巴基是吃了四分五猎果实的能力者 也是陆飞第一个遇到的果实能力对手 巴基嘲笑陆飞的梦想 还将他的草帽给弄坏了 他也是陆飞第一个打败的拥有果实能力的反派 万万没想到巴基被陆飞打败后 就开启了他的开挂人生 看似危机重重 却总能化险为一登峰造极 在海底监狱大逃脱的时候 被世界政府看见了他的统帅能力 之后造极他成为七五海 没想到七五海制度没过多久 就被废除了 巴基又阴差阳错当上了世皇 两名前七五海成员 克洛克·达尔和银眼 也成为了他的手下 如果说巴基一直躺赢整部海贼王 那你就太小看他了 要知道运气也是一种实力啊 巴基一挫中复杂的个性 其实还是怀着远达的梦想 他还是想得到One Piece 毕竟曾经海贼王罗杰的传约嘛 但是软弱 其实在需要他发挥的时候 还是会鼓起勇气争取自己的梦想 希望巴基热后世皇生活过得愉快吧 黑猫海贼团船长克洛 绰号百计 维田在SBS也曾提到过 他的智商很高 几次于猴发海贼团的贝克曼 得到如此高的评价 确实很了不起 只不过克洛将这种天赋 运用在错的地方 隐瞒诈骗性格扭曲 才是他的底色 他在西罗布村迎刃三年 当可亚的贴身管家 就是为了取得可亚的信任 好让他接下来能得到可亚的遗产 克洛拥有极高的智商 这也是他的致命伤 自视过高 认为乌收布和草帽一行人 不构成威胁 不会造成自己的失败 虽然计划周详 克洛执行任务时却很鲁莽 还在进口纯子的前一晚 他放开自己的誓杀天性 攻击美丽 结果让幸存的美丽 告诉可亚他的阴谋 这是故意的吗 都隐忍了三年 这一时之气也吞不下去 克洛对自己成为失败的计划 十分自豪 自然在黑猫海贼团 简直是大财小用 由于运用纪谋德新应手 最讨厌计划出现意外状况 即使部下只有托满计划一些些 也将其杀掉 他想得到庞大的财富 同时也想得到 不受海军追捕的爱丽生活 我觉得吧 克洛还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角色 明明是智商很高 却总是在执行任务前做错决定 明明对自己的计划充满自信 却不将新家族的不安因素计算在内 这也导致他最后的自食起火 克里克是妄恩负义的佼佼者 东海率领50支舰队 看上去很没风 怎么形容克里克呢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奸诈狡猾 恶名招章 所有坏的形容词在他身上 应该都适用 在海上饿得快死 巴拉第的一贩之恩让他活了下来 可是吃饱肚子的克里克 马上翻脸不认人 他为了得到泽普的海上热志 率兵攻打巴拉第餐厅 我只能说当初看克里克这段 真的恨得咬牙切齿 就是一个饿肚子的老虎 怎么还把他喂饱让他反复呢 好人永远都看不到别人饿的一面 克里克与克洛不一样 他全部的欲望都毫无保留地陷入出来 一身寒头 应该花了不少钱在装备上 主打一个使用 为求胜利不择手段 暗器剧毒样样来 早期跟他对战还能活下来 应该是恨强的存在了 最后谁将他碰上海贼王的主角 陆飞将他的盔甲打得稀巴烂 被打败后的克里克 却像还是一个谜 可能被陆飞打掉了自信吧 在东海过上了普通的生活 阿龙是陆飞在东海 遇上了真正可怕的对手 他曾是太阳海贼团的一员 因为泰格没有办法接受人类的协议而上命 让阿龙更加痛恨人类 他将这股恨意发泄在可可西亚村 计划建立阿龙帝国 建立一帝国就是需要用到钱嘛 大人十万贝里 小孩五万贝里 富不寄钱的九击杀 这根本就是打劫杀人啊 纳梅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为了赎回村子 甘愿为阿龙卖命 那可是杀母仇人 谁愿意天天对着仇人强颜欢笑 还不是为了豁下去 幸好陆飞解救了纳梅 阿龙将纳梅当成工具的得意发言 惹怒的陆飞 他引以为傲的巨尺鼻子 被陆飞折断 随后被陆飞用橡胶战斧压垮 阿龙长期对纳梅的折磨终于得到解放 陆飞也许得一名强大的航海士 阿龙的出现是海贼王长期的伏笔 愚人跟人类的不和 仇恨种族歧视 都反映了海贼王的世界观 当我们觉得阿龙是反派的时候 他又何尝不是一个可怜人呢 在罗格镇 如非东海遇到了最后的一个对手 斯莫格 说斯莫格是反派应该不至于 他属于那个海军内的清流啊 真正为了正义捕捉海贼 斯莫格也是第一个向我们暂时自然性恶魔果实的角色 当初对物理伤害无限免疫的角色 这的确让人头疼啊 尤其是陆飞的攻击手段又以近身攻击为主 更拿斯莫格没办法 只要斯莫格出现 草猫团只有逃跑的份 就别奢望有抵抗的机会啦 如果摩根向我们展示了海军的腐败 那斯莫格就向我们展示了 海军内部还是有好人啊 尽管斯莫格外表出广总是吊着两个选家 但他本质上是善良的 斯莫格接近海贼就是世界的乱源 当他看到陆飞在星星台上 发出的那段豪言壮语 还有那个嬉皮笑脸的表情 斯莫格内心闪现出海贼王罗杰的模样 认为陆飞不出物 必定为世界带来天翻地覆的转变 确实陆飞一路成长 斯莫格并没有看走眼 只不过他接近了海军正义 一次次让他失望 在庞克哈萨德岛 斯莫格开始对自己的信念动摇 原本是以捕捉草莫团为首要目标 接见好像已经变成了草莫团的隐形盟友 进入阿拉巴斯坦之前 草莫团遇到了吞吞果实能力者瓦尔波 死骨王国的国王 他是一名暴君 完全不会体恤人民 瓦尔波拥有可以吃下任何东西 并吸进自己的体内或进行合成的吞吞果实能力 刺下大炮 就可以从身体长出大炮 越吃就越强 任性自私的瓦尔波 不断一点也没有身为古王的责任感 甚至还牺牲国民的健康 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瓦尔波是乔娃片的大反派 不过我觉得这个角色 刚刚好就是维维公主的对立面 再还未进入阿拉巴斯坦 我们就已经感受到维维是个好公主 人民至上 而瓦尔波却认为人民只不过是服务他的工具 这价值观的冲突 还继续延续到世界会议 瓦尔波一的还是那个烂人 他垄断了国家的所有资源 然后利用铁腕手段统治国家 说来也奇怪 这么一个暴君还真有君主命 被黑屋子袭击 抛下了自己的国家 一年后又捐度重来当起了国王 被陆飞打败后 他又非常幸运 被他研发出了瓦尔波金属 又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一窍不通 他主张暴政统治 却总能当上国王 你还能说什么 这就是命啊 让我们来到的阿拉巴斯坦 科洛克达尔市草帽团 遇到的第一个七五海 当初的七五海同学有多么响亮啊 七个被政府承认的海贼 被政府承认 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的正气 而是因为政府都怕了他们 所以招揽成为组织的一部分 总之就是各取所需的意思 七五海得到了政府的赦免 而政府得到了七五海的力量 总之就是大家各自关照吧 科洛克达尔在阿拉巴斯坦 组织了巴洛克工作社 这个组织很特别 没有人知道里面的人有谁 而且也不知道组织的规模有多庞大 总之就是非常神秘的组织 他的头目就是我们的老沙克洛克达尔 克洛克达尔在阿拉巴斯坦谋划已久 想得到古代兵器 然后在阿拉巴斯坦搞风搞雨 先让自己成为阿拉巴斯坦民众眼中的英雄 然后再试图挑拨皇室与革命军 从而得到利益 老沙是杀杀果实能力者 能让所有生物干枯 非生物杀化 早期的自然性能力反派就是头痛 陆飞完全没有办法应付 两次差点就是在老沙的手中了 不过克洛克达尔还是有一个硬伤 就是怕水 不是这个大缺点被放大 我想陆飞应该早就死在阿拉巴斯坦了 要不是罗宾搞背叛 陆飞也不会打败老沙的 或者这么说吧 老沙被打败也是情理之中 谁叫他的对手是男主陆飞呢 所以自然性的老沙 成为了陆飞还没修炼霸气前的手下败将 也让他蒙受了很多嘲笑的声音 回来说说老沙的性格 老沙是个非常自大的角色 基本完全不信任部下 只要收下没有完成任务 那就应该被抛弃 老沙杀人可是不犹豫的 我就想问了 这样的老板你还肯为他卖命吗 原本以为阿拉巴斯坦片解说后 这个前Boss就会退场 没想到在海底监狱和顶山战争 老沙又再次登场 这次就不再是反派了 而是与陆飞成为同盟关系的合作伙伴 毕竟眼前的利益 是先逃出去再说吧 老沙身上还是有很多秘密的 例如伊万科夫所说 老沙有一段神秘的过往 该不会他就是陆飞的母亲吧 还有最近成立的十字公会 他也是重要的成员之一 以后老沙还有很多登场的机会 希望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吧 贝拉米是摩古镇的小灰魂 说到贝拉米这个现实享乐者 就和浪漫至上的陆飞想法啦 陆飞来到摩古镇 得到去空岛的线索 要知道空中岛屿可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传说 要相信这个传说得有多大的勇气啊 不只要相信还得付诸行动 那就真的是梦想实践者啦 而陆飞就是相信梦想无奇不有 如果空中有岛屿 那还不去看看 而猎狗贝拉米得知草猫一伙要前往空岛 那可是一番嘲笑与侮辱 还打伤了陆飞和索隆 贝拉米认为海贼的默想时代已经结束啦 陆飞想去空岛真的是可笑自己 当然贝拉米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大而不赦之徒 只不过是精神上对陆飞他们进行侮辱 但是这种小混混 该惹不惹 惹到草猫团的朋友就不行 抢了菱形大叔的金块 原本不出手的陆飞找回贝拉米 一拳把他的脸打歪 让他看看什么叫做梦想 所以有时候气场确实能改变立场 陆飞那坚定的眼神也说服了贝拉米 贝拉米之后也去了空岛 而且再也不嘲笑陆飞啦 爱尼路是陆飞遇到的对手中 等级越级最大的那一个 从七五海等级 直接越升成神级别 爱尼路的表现也确实撑得上早期神级别的反派 像雷火石能力者能控制雷电 最神的技能还得说他的剑文射 在还没霸气的年代 爱尼路那招新网真的让人觉得他神乎奇迹 在很远的距离能感应到其他人的位置 甚至能坚定到其他人的对话 真的是岛内剑控制神啊 谁能想到当初的新网 是热后的剑文射呢 这么无敌的反派竟然遇到了克星 橡胶果实免疫雷电攻击啊 陆飞天生就是爱尼路的克星 说是橡胶免疫雷电 不过多年后回去看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而是橡胶果实是雷电果实的上位果实啊 神遇上了神 遇到太阳神 雷神应该要下跪吧 知道合制过篇内容的我们 再回去看看空岛片 就会知道爱尼路并不是剧情杀啊 但是惹到了自由解放的战士啊 哪里有压迫尼卡就会出现 并带给当地居民欢笑 怪只怪你爱尼路压迫空岛居民太厉害啦 其实空岛片已经有很多尼卡的伏笔啦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空岛的那些鼓声 其实跟尼卡的解放之鼓的心跳声 是一模一样的 只能说爱尼路你虽然自称神 但在真正的神面前 你还是得认输啊 鹰狐福克西 说老实话 之前我还以为福克西这一段 是填充巨来的啊 可是这一段常念导片 这只是伟田笔下的正线剧情 只能说这一段也太轻松了吧 伟田也很会把握搞笑剧情呢 福克西草莫团展开了 David Bagfire的游戏 这是一种海贼舰互相抢夺船员的游戏 而福克西就是靠这种游戏 扩展自己的海贼团啊 这个游戏可是福克西的拿手绝活 920圣灵副 战术上他是成功的 加上他的恶魔果实 又有让对手持钝的力量 这让他在各种比赛中都占尽便宜啊 福克西在地产的第一轮比赛中 利用自己的果实能力获得胜利 得到乔巴 但在第二轮的比赛中 索隆和善士发挥 取得第二局的胜利 在第三轮的比赛中 草莫团团又失败了 这只是失去了罗宾 不过那每个福克西进行交涉 就来一场船长之间的战斗 这是乔巴传的最后一次机会啦 福克西对战陆飞 这场战斗真的有点搞笑 陆飞爆炸头的造型真的很经典啊 所以我才说有填充剧的感觉 福克西利用自己的持钝果实 让陆飞一度陷入困难 可是毕竟是主角嘛 怎么可能在这种争夺游戏 失去全员伙伴呢 所以最后陆飞还是取得了最后胜利 从此福克西不败记录 就被陆飞打破啦 920胜一副 长年岛的第二个对手 就不像福克西那么搞笑啦 这可是个狠角色 海军大将亲自 说他是反派吗 好像也不是 说他是正派吗 好像他的行为也乏善可承 我的感觉是这个时候的亲自 是迷茫的啊 懒善的正义背后有一段反省的操作 年轻的亲自的正义官可是燃烧的正义啊 对考普非常崇拜 不过目睹了刺犬在奥哈拉的绝对的正义后 对海军甚至对自身的正义官有所怀疑 从燃烧的正义转变为懒善的正义 亲自是冰冻果实能力者 在长年岛遇到长毛团看似不经意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亲自故意为之 他想看看当初奥哈拉的幸存者罗宾 目前到底如何 是不是走向了黑暗 再者也想看看卡普的神子的能耐 长毛团是否可以开启新的时代 在长年岛 亲自完全是碾压长毛团啊 长毛团在冰冻果实面前 只有团灭这个选项啊 但是冰冻果实的主人摇摆了正义官 给了长毛团一条活路 他想看看长毛团的羁绊 能有什么化学反应 说不定能在他们身上找到答案呢 给迷茫的自己一个明确的方向 就这样亲自放了长毛团 并且告诉斯潘达姆 长毛团的下一站就是七水之都啦 罗宾将会到来 亲自又把着急吐魔令的电话虫 给了斯潘达姆 之后七水之都发生的一切 想必大家都知道啦 亲自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将长毛团玩弄于鼓掌 虽然他并不是什么大反派 不过相放全力给一个烂人 真的让我有点不舒服啊 亲自其实有一颗改变海军的心 曾经能吃却争夺元帅之位 不过失败了 在争夺失败后 亲自就辞去了大将之位 加入了黑胡子海贼团 成为了黑胡子第十号船的船长 到了七水之都 参谋团遇到了政府间谍机关CP9 而CP9的头目正是陆琪 陆琪是动物系猫猫果实炮形态能力者 拥有很强的体数 以当时来看 陆琪确实是体数的天花板 要跨过这个坎 参谋团必定付出惨痛的代价 加上陆琪精通六四 在还没有霸气的年代 六四可以理解为地配版的霸气啦 这让陆飞相当头痛 如果在这一关不让自己升级一下 怎么可能打败这个可怕的对手呢 陆琪在政府部门工作 也不是为了什么正义不正义的价值观 而是因为她好勇斗狠 喜欢斗殴 在政府机关工作 又能免除她的一切刑责 所以陆琪在CP9中 可说是如鱼得水 政府也相当信任她的 陆琪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训练 在间谍这份工作中 算是得心应手 这些肮脏活在其他人眼中 可能是苦差 但放在陆琪身上 大部分时候都能完成任务 因为这一切任务 都在满足她的嗜血的性格 政府找到了一个好的公务员 而陆琪找到了一份 非常适合自己的工作 在七水之都陆琪被卢飞打败后 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她啦 可是海贼王嘛 故事线那么长 谁要你有存在感 随时都能再次登场 在单头岛片时 陆琪又以CP0长官的身份登场 这是一个子属天龙人的间谍机关 可以说陆琪好久不见 已经升职加薪啦 最让我们惊讶的是 陆琪这次回来 已经果实能力觉醒啦 凯多说过 只要你的身心成长 能与果实能力产生匹配时 果实能力就会觉醒 我想陆琪确实有霸佬的性格 追着猎物不放 你看看她在单头岛的表现就知道啦 只要她认定了猎物 尽管能力不足 她也要咬着不放啦 七水之都 我觉得真正的boss施潘达姆才对 这个家伙真然的面目可真 看他一次就想打他一次 施潘达姆是CP9的长官 就是一个狐角狐威 靠父亲升官发财的恶世主 老师说他的战斗实力 应该连一个普通海军都不如 不过就是因为地位显赫 所以自以为高人一等 就随便把控他人的人生 施潘达姆是个新手狭窄的家伙 老师想着如何报复 害了汤姆先生 被弗兰奇打上半张链 这可是最有赢得啊 不过施潘达姆哪觉得自己有错呢 一直想方设法找弗兰奇报仇 还有他最可恶的地方是 他觉得罗宾是邪恶的 对罗宾拳打脚踢 嘲笑罗宾的痛苦 这家伙到底有没有同理心的 这么可恶的人真的存在吗 最后施潘达姆发现 只有罗宾能读懂历史真文 也就是说 只有罗宾能启动古代兵器啦 所以他就威逼罗宾前往正义之门 好让他升官发财 这个承担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利 就是灾难 施潘达姆不小心按下了黄金电话虫 发动了涂抹令 不过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 毕竟所有人的性命 对他来说都是不值钱啦 只要能让他升官发财 什么都可以 这种贱货最后被罗宾扭成重伤 老实说我真的不想再见到施潘达姆的脸 七岁之都后 退却责任给其他CP9成员 然后又加入了CP0 这种家伙应该让他不得好死才对 伟田你就让这家伙下陷吧 接下来的反派 就是僵士军团首领月光莫利亚 他也是七五海的一员 不过因为太费 不惜进取 所以最后被政府除名了 人的一生中 总有那么几瞬间是高光时刻 莫利亚也是如此 他年轻时可是一名顶尖战士 跟凯多正一个雌雄的家伙啊 不过由于他依赖自己的影子果实 导致之后也对自己没什么要求 一天到晚想着靠僵尸打天下 这么假手于人的想法 也导致莫利亚走向了衰败 看看他现在那副身材 到底是荒废了多久啊 莫利亚是隐隐果实能力者 能解下其他人的影子 把影子放进尸体内 该尸体就会得到影子主人的能力 听莫利亚使唤 莫利亚因为早年败给凯多 一只消沉 认为因为活着才会失去 所以他再也不相信活人了 沉迷在控制僵尸上 我觉得吧 莫利亚在恐怖稍微帆船时 实力已经是过于了 感觉真正带给草帽团麻烦了 并不是莫利亚 而是他偷回来的那些影子 所以没意外的 莫利亚就被陆飞打败了 在顶上战争 莫利亚还被召集呢 可是实力真的惨不忍睹 相对其他七五海的表现 莫利亚真的愧对这个称号 所以政府也看在眼里 在顶上战争结束没多久 多佛拉明哥就接到任务 要解决这个废物 幸好莫利亚被自己的手下 阿布萨罗默给救了 两年后莫利亚出现在逢潮道 那可是黑虎子的地盘啊 不知道黑虎子对他的过失有没有兴趣 如果有的话 那莫利亚就GG啦 当陆飞全打天龙人后 那就是草猫团恶魔的开始 政府派大将黄元 前往相波地群岛抓拿所有潮行星 当然重点是草猫团啊 与亲自不同 黄元是魔能良可正义的实践者 看下去黄元好像非常依丑命令 但在紧要关头又会突然放水 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黄元是闪闪果实能力者 速度跟光一样快 比速度你就别想这银黄元啦 一脚一个草猩猩 开口就要别人尝尝他的光束梯 物理上他是最快的 但是心里上他又好像老是放松 感觉就是一个不怎么可靠的大将 你别以为黄元拥有一颗闪闪发光的果实 为人就会光明磊落 他的心事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人能看得透 因为他的立场常常摇摆 也难怪之前还有粉丝猜他是革命军卧底啦 在相波利群岛 要不是有雷利跟熊出现 我想草猫团早就被黄元全员逮捕啦 幸救大将中 唯独黄元当大将的时间最久 到了蛋头岛 黄元依然是大将 只不过没想到当初能屌打草猫团的大将 现如今已经不是陆飞的对手啦 看看方元被陆飞打败的表情 也不知道他当时是在想什么 果然是魔能两可的男人啊 到了海底监狱 也不能说麦哲伦是反派 因为职能的关系 他充当了海底监狱陆飞最大的对手 也被称为海底最强的男人 麦哲伦是毒毒果实能力者 这个能力相当可怕 不只能让对手中毒 连自己都会被这颗果实剥挤 常常因为毒素的关系 都会拉肚子 尽管是黑胡子海贼团 在麦哲伦面前也只有团灭的份 你就知道这个监狱长的实力有多恐怖啦 毒毒果实也是非常适合麦哲伦这个监狱长的 毕竟海底监狱都是受邀一堆世界级罪犯 让他们缓慢痛苦致死 也是对他们最好的惩罚啦 只要不提话 就让麦哲伦用毒龙让他们好看吧 其实麦哲伦也是面恶心善的家伙 你很难生气这个角色 毕竟 我是说 人家也是在工作啊 一大批海贼逃运啊 你身为监狱长也会像麦哲伦一样吧 只不过这个逃运的过程 是陆飞造成的 主角角度看故事的话 那么麦哲伦就是那个阻碍陆飞自由的家伙 真的没办法啊 这责任实在太大啦 也难怪丁山战争结束后 麦哲伦引咎辞职 辞去监狱长的职位 让汉尼把他转正 自己降级为副监狱长 说老实话 其实海底监狱关的交货不全是坏蛋 也不全是好人 像圣平这种人 应该让他逃出来的 但是Label 6那群凶恶罪犯 真的是食恶不赦的交货 也不能全怪陆飞把麦哲伦害惨啦 这国也得部分让黑屋子杯一杯啊 从海底监狱逃出来后 陆飞就加入丁山战争啦 丁山战争只能说 陆飞当时的实力捡回一条小命 已经很幸运啦 回头看丁山战争 真的高手如云 要不是陆飞有很多朋友为他保驾护航 我想让他死十次都不够 而丁山战争陆飞遇到最大的反派 就是我们的赤犬啦 他是岩浆果实能力者 最可怕的是他的岩浆犬 还有那个死脑筋 崇尚绝对的正义 也就是说 为了达到正义 能牺牲所有一切他认为不重要的人事物 这家伙认为艾斯和陆飞 就是罪恶的产物 全场就追责陆飞艾斯啦 也就是赤犬 让无数海米枯的稀里哗啦的 差点被救出来的艾斯 就这么一拳被赤犬打死啦 打死艾斯虽然也能说是赤犬的职责所在 但是赤犬跟麦哲伦不一样 当战场已经双方都在消耗的时候 他还是想着将战局延续下去 连科比都觉得这样非常不妥 可是赤犬哪管这种小兵 不听话就得死啊 海军就得听上级命令 幸好红发及时登场 不然科比早就凉掉了 我相信赤犬就是陆飞最痛恨的那个骄傲 在马林繁夺杀了艾斯 让陆飞一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阴影 定上战争后 赤犬今生元帅 听命吴老星 虽然赤犬常常与吴老星的意见不合 但是毕竟人家是上级 这下你知道了傀儡的痛苦了吧 绝对的争议最后必定失去赤我 定上战争除赤犬以外 还有一个到获全胜的反派 那就是黑胡子 虽然黑胡子在海贼王中 还没成为主要反派角色 但是他一直是故事中制造麻烦的那一个 热后一定是陆飞最主要的对手 如果说陆飞最痛恨赤犬 那么黑胡子就是陆飞第二痛恨的人了 是他布局抓了艾斯交给政府 然后让政府发动顶上战争的 没有黑胡子 这一切可是不会发生的 除此之外 他的言行都犯了害贼的大忌 杀了同伴 又杀了千穿杖白胡子 偷了白胡子的郑郑果实 这卑鄙无耻的家伙现在还打败了罗欧 陆飞如果知道这个消息的话 应该会非常生气吧 黑胡子身上还有很多谜团 他的种族 他的能力 还有他的目的都是那么的神秘 可是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 他是陆飞的对立面 黑胡子登场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黑胡子爱吃樱桃 陆飞觉得很难吃 陆飞喜欢肉 而黑胡子却讨厌肉 他们性格天差地别 不过还是有一个地方是相同的 他们都建训自己的梦想会实现 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试图成为海贼王 但使用的方法却截然不同 我们都知道陆飞有罗杰许多的影子 所以他是按照罗杰的脚步在冒险的 而黑胡子却受到洛克斯的启发 海贼船都用洛克斯的名字命名了 还不是洛克斯的小迷地 而且还遵循洛克斯的脚步 也是以风潮岛为盘踞地 陆飞目前是太阳神 而黑胡子则是黑洞 一个光明一个黑暗 陆飞带给其他人自由和解放 黑胡子带来的却是混乱与暴力 陆飞性格勇往直前 黑胡子看势头不对 都会落荒而逃 唯一能确定的是 陆飞黑胡子热后必有一战 一场极度艰难的对决 霍迪琼斯具备了反派的一切条件 他是阿龙的新养者 认为愚人才是自告无上的种族 来得他的仇恨 却都是自己构建出来的 霍迪琼斯从来没有借过人类 可是却对人类痛之入骨 与那些东西鲜明的反派不同 霍迪琼斯是为了仇恨而仇恨 让我们知道原来痛恨一个人 不需要什么理由啊 只要说服自己仇恨有理 就算不是亲身经历 也能让仇恨值发挥到最大 其实在看霍迪琼斯说出仇恨人类理由的当下 我真的毛骨悚然 霍迪琼斯的实力不算很强 不过他使用了禁咬ES 消耗生命提升实力 确实也造成了不少麻烦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毒品的可怕 蔡东墙补西墙 透支未来 副作用极大 使用完毕马上变成小老头 这也向我们说明了拒绝毒品吧 坚决向毒品说不 难道你想象霍迪琼斯那样? 凯撒 一个使用瓦斯毒气的疯狂科学家 从事不到的科学实验为生 与其他人相比 凯撒更像是乔巴的对立面 乔巴是以医药科学为基础 是治愈其他人的万能药 而凯撒则利用科学制造武器 然后贩卖到黑市 凯撒从冰猫那里得到巨大的资金 就是为了研究儿童巨大化 通过喂食那些儿童巨大糖果 让他们巨大化 观察用药上线 这真是毫无人性啊 那可是还一直呢 这种实验已经是不人道了 连政府都喊停了 而凯撒呢 为了自身利益 还在偷偷研究 所以说啊 陌生人的糖果还是别吃了 太危险了 还有凯撒是整个人造恶魔果实的原料供应商 也就是SAD SAD是人造恶魔果实是卖的原材料 不过这个原材料也不怎么样 制造出来的smile恶魔果实的两率很差 不时smile失败者 会被剥夺所有表情除了微笑 所以人造恶魔果实的名称叫smile 这是不是一种讽刺呢 凯撒是瓦斯果实能力者 我觉得自然系统 他的表现不算突出 不过如果你刚开始 不知道他的能力的话 他还是有机会突袭成功 就像陆飞 刚刚碰上凯撒的时候 因为不了解他的能力而吃亏 但到了后期 了解他的能力以后 凯撒也不怎么可怕了嘛 多佛拉明哥 七五海的一员 之称Joker 在地下世界当起中介 除此之外 他还是天龙人的后裔 我觉得吧 多佛拉明哥拥有 整部海贼王最炫酷的外表 看看那副墨镜 还有身上粉红羽毛大衣 跟那个九分酷 如果不当七五海 他的装扮可以去当电影明星啦 跟霍迪琼是一样 明哥是天生旧邪恶啦 不过他有跟霍迪琼是不同 他有一个明确的动机 明哥原本是天龙人 原本是一生无忧 但是很不幸 他有个天真的父亲 他的父亲带着明哥和一家人 脱离了圣地玛丽乔亚 当起了普通人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平民真的太讨厌天龙人了 导致明哥他们一直被针对 甚至逼到他们流落街头 最后明哥的母亲 忍受不了脏乱而死亡 自己和弟弟天天被人欺负 这都是谁造成的 就是那个天真的父亲嘛 脱离波尔收养了明哥 给了他恶魔果实和一把枪 从此明哥就是一个可怕的人了 他用枪把自己的父亲打死 反派的背景故事中 韦天是在明哥身上琢磨很多的 他为了报复父亲 所以打死父亲 而自己的亲弟弟呢 明哥已经沉默了 觉得所有人都得绕着自己转 这是一种自恋啦 也是一种自卑 他觉得克拉松也背叛了自己 所以也将克拉松打死 明哥的控制欲很强 所以谢谢果实真的很适合他 让他能操控傀儡一样操控其他人 德雷斯罗萨的歌舞生平 四则是禁欲其外 败叙其中 一切都是明哥的有意为之 他认为自己才是德雷斯罗萨的主人 但是路飞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 打败了明哥的那一刻 明哥有如从天堂跌入地狱 目前只能在监狱度过他的余生了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讨狱成功呢 毕竟海底千玉的防备也不怎么样嘛 对不对 明哥被抓了后 有一个交伙不知天高地厚 想去成就明哥啊 那就是凯多的部下捷克 当时真的觉得他很勇 护送明哥的那艘船 不是普通的船啊 那可是有战国藤虎赫宗将在上面的啊 真的不怕死啦 所以搞得自己全军覆没 说到杰克 这家伙可是左屋岛的主要反派 像像古石虎带走猛马形态能力者 在左屋岛上要找出雷杖 与猫狗两个国王大战五天五夜 算他的攻击很强那就不至于 但是他的防御力真的铁啊 怎么打都打不是 站起来又站起来 而且续航力也很强 猫狗可是车轮战还有休息 杰克那是连续战斗啊 这种耐力责案的超可怕的啊 杰克在左屋岛开始威武 但回到河之国 在静和奎英的面前 就像孙子那样 毕恭毕敬 在山寨中他是抬不起头的 所以回到河之国 杰克的存在感受顿时下降很多 毕竟他在山寨中真的是小老弟了 说到海贼王的反派 那什么都得提到变满啦 夏洛特灵灵 身为士王之一 拥有庞大的船队和力量 甚至拥有相当国王的权力 军事力量很强 他除了万国以外 还对很多国家有控制权 例如鱼人岛 在白虎姐去世后 陆飞到鱼人岛之前 这段时间的鱼人岛就是受控于Bank Mom 鱼人岛确实归Bank Mom管 定期向Bank Mom进购 我觉得Bank Mom的成长故事也相当可怜 但是被父母抛弃的 正因为他的力量强大和强大的食欲 老师说这确实很现实 毕竟当时五岁的领龄 没吃饱可是相当有破坏力的啊 看看巨人组就知道了 整个巨人村几乎被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给灭了 她的事实证发作杂恩的宅难 不管那是食物还是人类 Bank Mom的照样吞 修女就是这样被Bank Mom吞了 而自己却浑然不知 Bank Mom得到了故事中 数一数二抢的恶魔果实 浑浑果实 浑浑果实能操控生命 万国的平民都是以生命为穗金 再为自身安全买单 Bank Mom得到灵魂也代表她得到了力量 这些灵魂她可以制造霍米汁 或者得到更强的力量 说来也奇怪 Bank Mom虽然坏 但是她又表现出童真的一面 她希望创造出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 大家一起和乐融融生活在一起 所以她生了各种种族的孩子 为了这个梦想 她膝下有85个子女 每个种族不一样 我的天啊 那Bank Mom从成年起 就一直生小孩了吗 也太恐怖了 可能目前的Bank Mom也是处在怀孕状态吧 说到Bank Mom的小孩 那就不得不提到她的儿子卡二啦 善将性之一 尽管卡二不是蛋糕岛的主要反派 不过她可是陆飞在蛋糕岛的主要对手 卡塔库利是家族的核心人物 Bank Mom还这一团的顶梁柱 实力极其强大 一生从未败过 被誉为夏洛特家族的最高杰柱 夏洛特家族最受欢迎的哥哥排行榜第一名 在其他兄弟姐妹眼中 卡二是偶像级别的存在 他也是一个喜欢吃甜食的家伙 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 因为爱吃甜甜圈 所以导致他的嘴巴失裂 这个大嘴巴 让他从小被其他人嘲笑 卡二小时候实力就很强 只要有人嘲笑他 他就会骤人 后来 一些被卡二骤过的人 为了报复他 用刀在他妹妹布雷脸上 割了一道长长的伤口 布雷一直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痕 并且毁容 卡塔库里得知此时之后 非常愤怒和自责 觉得是因为自己而导致了布雷的受伤 并且为布雷报仇 所以卡二长大后 非常保护自己的兄弟姐妹 卡二的能力跟卢菲很相似 其实卡二的个性 某程度都跟卢菲有点相似 都是个吃货 与卢菲不同的是 他好像很怕被别人知道 他爱吃甜甜圈 并且还有个大嘴巴 这是卡二的自卑 也因这股自卑让他变强 卡二是诺诺果实能力者 与陆菲一样都是有拉伸的能力 在近世界中 卡二的糯米能力 好像在各方面都比陆菲的 橡胶能力更强 伟天用卡二这个角色 强调一个更强影子能力的对手 如果陆菲跨不过卡二这道看 还谈什么海贼王呢 在与卡二的战斗中 陆菲不得不学会高级剑文社 这也是卡二引以为傲的能力 可以让能力者遇见未来的五秒钟 如果陆菲学不会 那就干脆是在丹高岛吧 当然陆菲是学会啦 卡二也开始尊重陆菲这个对手 结果当然是要为主角让路啦 尽管卡二各方面都比陆菲纯熟 谁叫人家是主角呢 和之国偏后 变猫已经不是诗皇啦 不知道卡二接下来的去向如何啦 丹高岛之后 轮到第二个诗皇登场 那就是凯多啦 百兽海贼团总督 还多一个特别强调的名号 最强生物 据说凯多是鬼族 所以天生就拥有惊人的力量 凯多出生于沃卡王国 在十岁边成为了该国最强的战士 沃卡王国将凯多卖给了海军 但凯多好像没有当海军的命 没多久就逃军当起了海贼 之后凯多还加入了洛克斯海贼团 遇到了年轻的Bank Mom Bank Mom很欣赏这个小老弟 还送了一颗鱼鱼果实给凯多 凯多从此变成了一条青龙 洛克斯灭团之后 凯多就开始他的单飞人生 跟河之国的黑炭大神合作 打算将河之国打造成一个武器的生产国 这就是凯多简单的过往介绍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凯多登场时 他试图从空岛跳下来自杀 但可惜的是 他毫抱无伤 这到底是不是自恋过头 自己有多少防御力自己不清楚吗 搞那么多是要给谁看呢 凯多想表达的是 无论他怎么虐待自己 自杀也好 跟海军自投罗网也罢 这些手段都没有办法要他的命 起初我还以为泽家伙 因为抑郁症才不断地跑去自杀 天天酗酒 喝得冥定大罪 难道这个狮王有精神病的倾向 原来这一切都是凯多的坏习惯 他没有什么精神病 反而有一连串的计划称霸世界 凯多最终不敌陆飞被击落 随即想起自己曾告诉过静 将来能打败自己的人就是乔一波一了 和之国篇结束后 海贼王终于来到了最终篇单头岛 世界政府终于成为了我们这个篇章的最大反派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就知道世界政府有五个老头 盘踞在圣地玛丽乔亚 而在单头岛篇 这五个家伙的名字终于公布了 老实说我目前对萨坦圣还是最有印象的 这家伙是科学五圣 对见了贝加庞克 出场戏份相当多 也就是他 让大雄变成了人间兵器 更是因为他 让我们知道了原来世界政府 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恶 其他的五老星应该跟萨坦圣差不多 不然也不会常常坐在一起了 这五个家伙就是陆飞在单头岛 遇到了最大麻烦 五老星看上去 也都是恶魔果实幻兽种能力者 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不是人类 而是恶魔果实中的恶魔本魔 看看萨坦圣登场 维天也不公布他的恶魔果实能力 等到全员五人登场了 才知道他们各自都是幻兽种 不过跟之前介绍果实能力不同 之前都是会提什么什么果实 幻兽种什么形态 而五老星的介绍 你不觉得奇怪吗 直接就是牛鬼马骨 已经天真什么的 怎么突然这么直接了 还是五老星本身 就是这些幻兽种本身呢 是的 海贼王最大反派 被维天尝了整整十多年 之前还以为五老星就是世界政府的最高机关 没想到还有一个家伙能坐上虚空网座 并且让五老星下跪 这家伙就是最神秘的异母了 异母到目前都是以简影出现 一切讯息相当神秘 谜团重重 世界会议结束后 世界政府加盟国中的八个国家 在革命军的影响下革命成功 异母知道世界将会发生巨变 为了测试贝加庞克研发的武器 圣火烈焰 用该武器磨出了最近的陆路西亚王国 是整个岛屿从世界瞬间消失的那种 力量神秘感拉满 这将是海贼王整个故事框架的最终BOSS 不知道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探索海贼王中的30个反派角色 了解他们的背景实力 和在故事中的作用 每个反派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成长轨迹 不知道哪一个反派又是你最难忘的呢 好了本期内容到这边已经差不多了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钟机 订阅分享点赞 让演说法知道我是有在工作的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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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